我们掌声欢迎黄渤 就这边了 我知道其实王菲有很多圈中的好朋友 很多密友 为什么今天是邀请您来 他有空 突然我不会接了 是不是 真的 那我帮你接 那个王菲你可能误会了 黄渤现在特别忙 因为他电影正在紧张地后制和宣传 应该是最忙的时候 最忙的时候 那王菲那么多朋友怎么就选中了你 应该不是你有空 因为王菲是一个对品质要求很严格的人 你俩开始说像什么 其实王菲也是我的偶像 因为今天你在我在后台听到了 说很多的偶像心中的偶像 咱俩不一样 我的台本里本来说 王菲是很多偶像的偶像 包括我 我没好意思说这话 你好意思 这么精彩的词怎么能落掉呢 对 其实你今天来就是来看一出好戏的 对不对 今天真的是 其实我本来有打算要第一期来参加的 但是真的有点不敢 太难了 太奇幻了 太没有想到 所有的这些感觉综合到最后 你考虑一下那边 那边所有创演人家 都在了 很有压力的 都在了 其实也没什么难的 我想问一下黄渤导演 你刚才有注意到我非常巧妙的 为你8月10号要上映的 这个一出好戏 在做植入吗 8月10号 是8月10号吧 哦 你说一出好戏啊 哦哦 对对对对 是是 哎 就是自己导了一个电影 也没有什么精彩就精彩 虽然接下来的一幕幕 都将会是一出好戏 但是我的一出好戏 会在8月10号 电影院见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入座 等着我们的一出好戏 好不好 谢谢 谢谢